他号称FBI最牛卧底 也是最胖的警察 潜入黑帮24年 仍能全身而退 忍无可认识 喊话FBI 再不收网 我就成了黑帮一把手 走进今天的主题 FBI卧底加西亚 石条线索一家解密 大家好 我是十一 中国大片《无间道》 想必大家都看过 讲的是两个卧底的精彩对决 几大影帝入目三分的 刻画了人物形象 在感受大片带来的震撼的同时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卧底这个职业实属不易 其实卧底是一个极其高尚 又极其危险的职业 他们将勇气和智慧作为筹码 在危险的边缘潜伏 伺机寻找证据 捣毁犯罪团伙 这无疑是一种胆识和智慧的博弈 今天实业要跟大家讲的这位 被称为是有史以来FBI探员中最牛的一位 他潜伏黑帮21年 并且全身而退 他就是传奇的正义守护者 卧底加西亚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在加西亚的职业生涯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光倒退到1952年 古巴境内一个叫哈瓦那的地方 出生了一个小男孩 孩子刚出生时 就比其他的孩子体型稍微大一些 父母给他取名为杰昆加西亚 在加西亚9岁时 父母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 举家搬迁到美国纽约 随着加西亚的成长 他的身高和体重都异于常人 虽然成绩不怎么样 但是在橄榄球方面表现出了天赋 在高中的时候 加西亚就靠着橄榄球方面的天赋 拿到了进入大学的资格 据加西亚回忆说 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做警察 在他上大学的时候 恰巧有一部名字叫做《冲突》的电影 将加西亚当警察的心情 推到了制高点上 而且命运似乎也在眷顾着加西亚 恰巧橄榄球队有两个队员的父亲 就是FBI探员 经过他们的介绍 加西亚更加靠近了自己的梦想 并且找到了契合的职业 随后他立即向FBI提交了申请书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他成为探员的路 似乎并不是那么的平坦 首先面对他的是国籍问题 因为只有美国的公民 才有权利成为探员 而加西亚当时并不是美国国籍 怎么办呢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 有志者是竞成 加西亚为了完成他的梦想 直接加入了美国国籍 而后经历了严格的筛选 最后在28岁的时候 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了一名FBI探员 至此之后一颗警戒新星 冉冉升起 咱们前面提到的 加西亚在出生的时候 就比其他的孩子体型稍微大一些 而后来又成为了橄榄球运动员 但是离开了运动场以后 运动量的逐渐下降 让加西亚的体重一直在攀升 这让他的上司忧心忡忡 作为一个警员 这样的体重可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就派了专业人士来控制加西亚的体重 但是却无论如何也起不到什么成效 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加西亚的相关形象 都是一个身高两米左右 体重350斤左右的大块头 这样的体重和形象 恰恰也帮助了加西亚 因为加西亚一直从事的都是卧底工作 这样的形象很难让人相信 他是一个警察 很容易取得敌方的信任 不光如此 加西亚看上去不修蝙蝠 胆子很大 但是他工作却非常的细致 常年混迹黑帮 人们都愿意与这种胆大心细的人打交道 久而久之 加西亚还在黑帮之中收获了不少的人脉 甚至一度走上了黑帮的统治地位 那么加西亚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查案视频下方点赞按钮 为十一加加油 十一继续跟您聊 加西亚一直在美国从事着卧底的工作 虽然工作成绩也非常的好 但是一直也没有像现如今这般出名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一跃成为最牛的FBI探员的呢 十一告诉你 这要从2002年加西亚接到的一个任务说起 这件事之后 加西亚一下子开始名声大噪 走进大家的视线 21世纪初 美国纽约的治安一度受到黑帮 甘比诺家族的威胁 这个家族最早起源于意大利 是意大利黑手党的一个分支 在纽约甚至世界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它是纽约五大黑帮之一 而且是势力最大的一个黑帮家族 这个黑帮成立在1923年 至今也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涉足的行业也比较广泛 主要有情色 贩毒 走私 赌博 等等 反正就是你能想到的黑帮能干的事 他们都干 一度严重影响着纽约的社会治安 就连警察也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2002年 美国纽约当局就对FBI下达命令 必须进行整治 纽约警方高层接到命令之后 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决定先派卧底打入黑帮家族内部 然后收集证据 一举将黑帮歼灭 这时 纽约FBI就想到了加西亚 于是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 就落到了加西亚的头上 为了让加西亚能够顺利地 渗透到甘比诺家族内部完成任务 警方也是做足了功课 并且花了重金 首先 加西亚并不是来自意大利 要想很快融入到这个组织当中 必须要对意大利的相关生活细节 做足了解 最好能够像意大利人一样 美国警方专门让加西亚参加了这个方面的训练 加西亚也是不负众望 很快的就掌握了基本的技能 比如说意大利语 餐桌礼仪 生活环境等等 其次要为加西亚设定一个几乎没有破绽的人设 掩盖加西亚的身份 警方斥巨资为加西亚打造了富豪人设 至此以后 加西亚摇身一变 成为了意大利毒贩 捷克 法尔科 他不但拥有着大量的金钱 还拥有着一家夜总会 就在这个夜总会内 加西亚开始了自己的渗透工作 此时的加西亚十分富有 大金戒指 高级西装 高端手表 出门 必须配豪车和数个保镖 带大量的现金 不管跟谁吃饭 都是加西亚买单 而且加西亚也对外表示 出来乍到 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 跟他吃饭 绝不允许别人付钱 或者AA 没过多久 加西亚已经名声在外了 人们称他为一个 来自意大利的 很大方 又很有钱的胖子 这时 很多黑社会 都想结交这个胖子 加西亚的朋友圈 也开始不断的扩大 不久之后 他通过这种金钱关系 成功结识了 黑手党的骨干成员 并且通过考验 成为了黑手党的一员 这时命运 也开始站在了加西亚这边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11点点关注 给11加加油 11继续 跟您说 就在加西亚成为黑手党不久 甘比诺家族头目 迪波马出狱了 这成为了加速加西亚 完成卧底任务的加速计 加西亚得知迪波马的消息后 发现了机遇 他开始讨好迪波马 利用FBI给的强大资金支持 给迪波马送珠宝 送电视 送豪宅 送美女 这一送 就将加西亚 送入了甘比诺黑手党的高层 咱们前面说到 加西亚 进入到了甘比诺家族的高层 这也标志着 加西亚完全获得了 该黑手党家族的信任 据加西亚回忆说 至此之后 加西亚不仅自己全天带着窃听设备 还在迪波马的手机中 装上了窃听器 在整个卧底阶段 加西亚积极地表现着自己 为甘比诺家族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事物 更加巩固了加西亚 在该黑手党中的地位 通过斗智斗勇的斡旋 加西亚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直到有一天 一件事的发生 让加西亚觉得 是时候该收网了 再不收网事情就闹大了 究竟是什么事 让身经百战的加西亚 如此恐慌呢 原来有一天 甘比诺家族黑手党 召开了一次上层大会 主要一提 就是选举下一任黑手党领袖 这时 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位迪波马 就云淡风轻地提了一嘴说 我觉得法尔科能力不错 可以作为下一任黑手党的一把手 这话一出 大家也纷纷表示赞同 但是在加西亚心中 可是打起了鼓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是一个卧底 而且心中正义的天平 永远也不会偏向黑社会 这可怎么是好 于是会后 他赶紧联系FBI 没有必要再进行证据收集了 再收集 我就要变成老大了 FBI见状赶快收网 最终抓获了黑手党上层管理成员 17名 这些人中 就包括该组织当时的教父 彼得 戈蒂 至此 一个扰乱纽约社会治安的毒瘤 被FBI连根拔起 加西亚在其中的作用 也不言而喻 加西亚也一举成为了 FBI最有名气 炙手可热的探员 就此 他算是完成了他儿时的梦想 但是就在这个巅峰时刻 加西亚却选择了攻城身退 过自己的闲云野鹤的生活去了 加西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 他不但能够为了正义而战 不为金钱和权力所动 还能够在辉煌的时候 保持自我 攻城身退 他是一个愿意为正义和和平 贡献自己的超级战士 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直学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加西亚为什么能够在权力的巅峰 保持自我 欢迎给十一留言 喜欢十一的视频 别忘了给十一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